下方的黑客户 我取80%電力癱瘓 由其他副場補給 激電工程術呼籲使民 我不想你死在裡面 我把你抬出來 不是只有你著急 我比你還勁 在危机我也不会失去理智 这种情况等你进去了人也死光了 我不会为了权力而不顾一气 所有事你说了算你愿意负责是吗 当然有些时候就会被输吗 你是怕少了个兄弟 还是怕背黑锅 双倍的黑锅我也无所谓 你以其动事 你表里无异 我是救护英雄 救护英雄里面 其实我是一个对救护有阴影的一个上方员 因为之前在两次的救护途中 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些意外 阿超一个人扛了 放心不用离职 我实在上方处里面 一个做了也挺久的一个消防医 可以说是比较赖皮的 不想上去 也安于现状 消防队长游邦潮 被裁定违反消防员守则 记录在案 我跟他算是好朋友好兄弟 他跟我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 他就是比我更简单的一个人 真够吗 他是比较什么时候都放在心里 收队 再算 我是什么有觉得不爽的角度 收队收拾东西 收队收拾东西 我那个角色是迷失了自己真正的方向 所以是一个在心里上挺挺复杂的一个角色 他很想往上爬 我就不安心 今天发生这么多事 你想我怎么信呢 并不觉得我跟乐在中间有什么出卖 就是有些误会 因为关键是中间有人命在中间 把他都放在心里 他把你当兄弟 我们两个人都很清楚 大家该怎么演 或者是那个精神技术在哪 我跟平红很多年没合作 大家长大了 累积了很多人生的经验 我觉得我也是 再重新聚在一起拍一个电影 感觉不一样 好像没有合作的我一样 真的 好看